近700名志愿者今天通过授旗活动为卡萨救援工作筹集了大约5万元 除了新加坡人,来自东南亚、印度以及孟加拉的外国人也纷纷伸出援手 而超过一半的志愿者是外籍客工 授旗日活动由本地慈善团体新加坡人心组织筹办 志愿者拿着捐赠罐和标语牌在全岛多处募捐 原力部高级政部长扎吉哈出席活动时说 这显示了近期有援助员员在卡萨遭杀害的事件 并没有影响国人为当地民众提供援助的决心 扎吉哈也强调必须继续推动双方实现 人道主义停火 ���ren转发生